你國民黨國際部主任出來講說 你不要那麼祖書 應該也要幫我們安排一下 這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瑞德哥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除了中央國民黨的這個國際部 那麼他們有這樣深呼籲之外呢 好像那個2024年 要選總統的那位趙沙康 好像也有類似的呼籲嘛 對 那難道趙沙康也被耍了嗎 那國民黨叫他們出來道歉 還是國民黨要道歉 為什麼 國民黨早就知道 人家要拜託你 求求你 拜登 美國拜登的特使團 求求你 拜託你 要跟你台灣第一在黨 一定要跟你見面 沒見面不能回國 是這樣嗎 明明是你們見不到他 我跟你講在這個地方 要替外交部跟總統府 真的要這個等於說 那麼要替他們講話 如果不是他們協助的話 你們見得到嗎 特使團願意見你嗎 事實上據我所知 特使團本來還不願意見國民黨呢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一連串的一些動作 你忘了四項公投 其中有一項反萊豬公投 不就針對美國來的嗎 事實上一連串的一個動作 那麼包括這兩天 過了大概六天以後 國民黨才突然間想起了說 要制裁這個譴責俄羅斯 要支持這個烏克蘭 好啦 遲到總比不到好啦 但是你可不要忘記喔 國民黨之前的立法委員 跟一些議員 跟現在都還在講 還在講風涼話耶 之前的前任主席 黨主席怎麼說的 說到底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誰是怎麼樣 被害人誰是加害人 還不是你們說的算 那誰說的算啊 現在全世界都這樣子 除了少數沒良心的國家之外 你看喔 連對岸的中國 都點點在聯合國 也只敢投下所謂的棄權票 你以為老共是什麼角色啊 普丁不是他老大嗎 兩個人不是你來 我往的眉來眼去的嗎 對不對 為什麼連他都知道 這聲音都用反對票下去 對不對 這聲音都危險嘛 全世界可能會抵制他 所以你就知道 連老共都知道的事情 那麼其實我倒覺得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倫可以大氣一點 感謝政府 感謝所有美國嘛 大家一起坐下來 多加了解 多加等於說交朋友嘛 朱立倫如果沒有按照 維基解密的 那本書我家裡也有啊 維基解密裡面也有 維基解密的篇幅也不小啊 對不對 那以前去AIT 建這個跟大家交流 台灣雖然啊 跟中國有一些人 跟中國也不錯 但問題是 更重要是美國嘛 不要說經濟 軍事 政治 我們依靠美國的地方 遠遠多過依靠中國嘛 那所以你跟美國的高層來往 我覺得沒有什麼 不管你是在朝在野都OK 可問題是 人家今天 你們呼籲人家幫忙 政府幫忙 民進黨政府幫忙啊 幫忙了以後 過河參加說 沒有沒有沒有 是有經過我們的努力 所以經過努力 我跟你講 在這裡 如果你們是這種態度的話 是過河參加的話 很簡單 從現在開始 都不要再幫忙了 包括你們在美國對不對 你們不是要成立 恢復成立國民黨成立一個機構嗎 都不要再幫忙 讓你們自己國民黨 自己自己去接收眾 我說坦白的啦 包括你們的立法委員到時候 如果有到美國去了 你們自己看著辦 很簡單嘛 以前是因為你們是立法委員的身份 所以協助嘛 如果以後都這樣的話 你自己看 他公事公辦 人家跟你倒三缸 怎麼會這種態度呢 那不對嘛 第一時間黃戒正發的新聞稿是事實 國民黨朱立倫 我敢跟你打賭 你比我還晚知道這一團要來台灣 你是看到路透社報導之後才知道的 因為這個保密到家嘛 結果你們知道這黃戒正 馬上發了新聞稿 希望能夠跟美方代表團見面 我覺得這很正常 我覺得都很OK 問題是好 已經幫你安排了 結果你還在那邊 好啦 你不要講過河猜巧 叫做死要面子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一團來 你還說你是透過AIT安排 AIT會告訴你嗎 所以這一年多來 其實美方好幾個團來台灣 去年的陶德參議員那一團 他們為什麼都不想見國民黨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 你自己要去搞清楚 你要知道問題在哪裡 人家為什麼不想見你 因為你們這一年來給人家塑造出來的形象 就叫反美 就兩個字而已 叫反美 還記不記得 盧秀燕怎麼樣 在把不公開形成變公開 然後脫稿演出 當面去嗆立英傑 說我們反對萊豬進口 還記不記得 當時立英傑還在當處長的時候 要請國民黨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去吃飯 大家聊一聊 突然之後我們英文不好 英文不太好 這個時候昨天英文突然都變好了 其實觀眾朋友你看他們昨天見面的時間 你就知道這個行程是硬插進去的 建了45分鐘 而且這一團昨天行程非常緊湊 早上蔡英文總統 然後中午是這個賴清德 然後下午蘇貞昌 晚餐還有這個蔡英文總統要設宴請他們 所以他是卡在晚餐之前硬插進去的行程 如果是事先的規劃 你國民黨你很沒面子 人家只願意跟你談一下子而已 就表示你不太重要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能夠想要建這一團 我覺得也是好事 站在為國家好的份上 我都鼓勵了 可是你們不能這樣子 一方面好處你要佔盡 然後一方面回過頭來還講 都沒有人幫忙 是我們自己的努力 你如果這麼厲害沒關係 那陳以馨你幹嘛叫龐佩奧來台灣 你為什麼要叫民進黨政府幫忙 你找AIT啊 找龐佩奧啊 你們不是管到很多嗎 陳以馨你不是對美關係很好嗎 前陣子去美國 還不是見了很多國會議員嗎 如果沒有蕭美琴幫你安排 你見得到嗎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些朋友們 真的拜託你們 搞外交 外交是一致對外 尤其這一次 烏克蘭這個事件 讓我感觸很深 你看打了這麼多天 這麼艱困的選戰 烏克蘭有沒有一個人 喊說我們要投降 有沒有一個人喊 去罵哲倫斯基說 你幹嘛挑釁俄羅斯 為什麼要加入北約 你看都是因為挑釁 他來打我們嘛 可是當有一天 如果解放軍打台灣的時候 大家觀眾朋友 你們覺得 台灣會不會有人這樣子講 哎呦幹嘛挑釁 幹嘛跟美國那麼好 所以解放軍打過來了嘛 乾脆我們反正打不贏 乾脆投降嘛 首戰集中戰就來了嘛 這個台灣雖然各項 國防實力遠勝於烏克蘭 但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心防 我們的團結的意志力 我覺得我們差烏克蘭差太多了 我們還要看一件事情 因為拜登特使團已經離台了 然後又看到龐佩奧來 但是我好奇 廷偉老師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角色是滿尷尬 陳以信他其實之前在講說 龐佩奧如果來的話 那到底我們要呼應的是 這個龐佩奧的戰略清晰 還是說拜登的戰略模糊 就在那裡靠小 說什麼蔡政府會很尷尬 這我還滿好奇一件事情是說 龐佩奧他此行來 到底有什麼特殊的想法 當然他是應這個遠景基金會的邀請 還有什麼其他的目的性嗎 我覺得最尷尬應該是陳以信 因為他其實之前 還沒當上立委之前 其實在美國 他自己號稱說在那邊弄了個智庫 然後也參加了很多研討會 照道理講他應該跟共和黨的也蠻熟的 那為什麼他連蓬佩奧還要大家來安排 其實我覺得最尷尬應該是他 當然我不想花太多時間在他身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蓬佩奧這次來 他要展現一個是因為 其實他很早就想來了 你記不記得當時他 這個準備要卸下他的 國務卿的職務的時候 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還準備要到台灣來 後來是因為有很多考量之後 暫時取消 但蓬佩奧來 只是實現他原本的一個承諾而已 他本來就是最力挺台灣的一個國務卿 所以在台灣來講 非常非常多的粉絲 而且大家對他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那這次來呢 其實也不是單獨只是要來 這個所謂的演講而已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目的 因為他要真實了解到 整個台灣的真實狀況 畢竟來講的話 你當時他擔任國務卿的時候 不方便來 現在他已經卸下這個 國務卿的職務來講的話 趁著這個幾年時間 還有空的時候可以過來 因為接下來2024年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會擔任什麼樣的職務 那搞不好他要選總統 他至少至少 至少至少是白宮的國安會顧問層級 或者是國防部部長這種層級 因為畢竟來講 他是西點軍校出身的 也有可能到這個國防部去擔任這個部長 所以就是說 其實未來來講 台灣的安全上面 跟美國的合作機制 還說不定真的在他手上 未來會實現 所以他這一趟來的話 是實際上了解整個台灣的狀況 你今天台灣老百姓表現的是什麼 非常歡迎 然後對你的國網對台灣的支持 你知道他會記在心裡的 他會回到美國之後 他會念之戰之的 就一直顧及到台灣的安全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常常說天助自助者 你今天台灣有所謂的 自己的意願能夠要防衛自己 然後有意願要跟好朋友結交 也不是像國民黨這種 來了之後你才要說要這個 難道我說真的 難道你們一點情資都沒有嗎